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的概念里边就是做饭怎么能用那些东西呢 没有速烧狮子头 我们就创一个速烧狮子头 尝 我现在还没搞清楚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把刚才炒的这个倒进来 对啊 这东北叫 我们叫材料油 你们叫什么 我们叫油泼 就像油泼面一样 就是在这个食材的上面 给它 东北这个平时很多人家里都会有一碗材料油 是凉的 放在柜子里的 想要的时候浇一点 然后接下来我就是需要手套了 你做饭也带手套啊 对啊 为啥 你上次饭鸡翅怎么没带手套啊 鸡翅呢是生的嘛 它还是要煮嘛 定是直接入口的 然后呢 不是说蜜制黄瓜吗 基本上在东北还有个拉皮 我在这里面我就用一个我自己搭配的东西 我想跟很多都会做派黄瓜 但是我觉得它都不会放我那个东西 不是说蜜制黄瓜吗 我想跟很多都会做派黄瓜 但是我觉得它都不会放我那个东西 这个 这不是那个什么 芥末 对 反正我感觉放芥末会很好吃 我就自己放了芥末 然后结果真的还可以 我知道了筷子和勺子对你来说就是多余的 障碍 这 生的熟的你都经过首要 我觉得它很入味 就是这个味 挺好的 好了 可以吃了 我觉得你这个里头啊炒了点肉丝 就有肉的味道 香味 然后你还放了那个花椒大料 对 有这个全味的味道 最关键 秘制就在于这个 对 芥末 对 一定要给它拌在里头 对 我现在觉得你这个菜可以进入我们这个回家吃饭的经典菜谱 真的 它非常的大众啊 而且人吃点芥末也特别好 嗯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